这是羽毛天竺鼠 科学家是在1978年的时候发明这样的物种 最主要是因为要做皮脱癌跟一些皮肤副副副的研究 所以像羽毛天竺鼠这样的物种 你会发现它的身上是毛毛跟一般天竺鼠相比的话 除了这个体验 而且它的这个体验体验都是一样的 那照顾起来当然因为它没有含 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 因为一部是一个打工的体验重点 那如果是看等这样 譬如说是十度以下 然后它的管理会心脏也会死 所以你就把它撑上那一层 而且因为它的皮肤没有长 所以我们在每个大伙伴里面 都会发起来两边的糖油 发起来皮肤的感动 还照顾好一点 所以这个体验是因为它是这个体验很小的 所以这个体验很小 所以我们就很喜欢